哎 報個小料 我今天早上有這個 因為實在太多支持者焦慮了 我有試圖跟這個主席說 我說我們不會這樣 就是說裡面當然 我說這個立法院的 委員們已經很忙 各辦公室都在衝這個事情 但你要去觀察民進黨它這一次 它只有一整組人在那邊處理 整個所謂的認知作戰 帶風向 帶風向這樣子 它只要委員一上去講話 不管你哪一條 你這條在省什麼 他上去就是講他自己想講 講完之後就馬上截下來 然後就往外送這樣子 對 他們其實動作很快 非常快 然後他們就先從他們 同文城最後的track開始 就開始去傳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做的 我覺得還有需要 做更多公民溝透 所以我才說國昌後來開直播 真的很重要 我剛剛看他昨天晚上最後一段 直播已經破七十萬了 對 已經非常多人看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 雖然很吵啦 因為無私聊一下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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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還有那個吳佩依委員 還丟他太陽好 丟他這樣 對 反正就是搞得很亂這樣 但是你仔細聽 還是可以聽到就是 每一條我們在 到底在省什麼樣的一個內容 然後我覺得國昌是很認真 太認真的在那邊說明 這個法條是什麼這樣子 而且他可以臨危不亂耶 還蠻特別的 對 不是他 昨天晚上比較亂啊 頭髮比較亂 今天早上 但我覺得他整個狀態 是還蠻臨危不亂的 就被丟太陽話的時候 他還是就是笑著直播這樣 我就覺得很厲害了 對 沒有錯 所以一開始有一點 頭髮真的有點亂 那今天早上我覺得還不錯 我都是氣色還不錯 所以就準備好戰鬥 因為今天很多新的部長要來 就是做一些報告嘛 所以我覺得正常的運作裡面 再也都一直還在努力這事情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有關公民溝通的部分 這個真的要蠻謹慎的 是要非常謹慎 然後我也覺得需要一組人 好好專心的去處理這個部分 真的 我今天有看到中央發出來的一些圖卡 我還是要說太認真了 太認真 太多字啊 好不好 太多字 太多字一般實在是 太知識型了這樣子 有時候我們在地方 需要更直接的說明 為什麼這次不是黑箱 這次為什麼是程序正義這樣子 可能要更直白一點 對 因為我覺得我昨天 而且我發現喔 就是剛剛就是傑有講到說 他們動作 民進黨的動作很快 我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後來洪森漢委員 他就PO了一個 他在發言的時候 他說現在場外已經聚集了8000人 然後他就開始傳說什麼 藍白陣營的立委在善笑啊 什麼他們就開始把這影片開始傳 是不是有陳玉珍 然後他們開始傳說 他就會去累積那種仇恨跟對立的意思 然後就會開始讓一些群眾 比方說他可能已經是偏綠的支持者了 就看到說竟然敢笑我們 給我上街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還蠻小心的 對 不過這個是 大家也不要太意外 接下來像這樣的畫面 因為我跟你說 519那天就是國昌辦的那一個活動 我覺得對他們是有一個刺激啦 好像有點 而且現在又不是選舉的期間 所以我覺得他們 你說他不緊張 他不是緊張 但是他不能夠沒有動作 大家想他為什麼 我覺得他現在就把他拉成8年前 就是在或許再更早 就是說他們在在野的時候 他們現在就沒有做執政黨啊 他們在學習做在野 回去習慣那個身分 對 習慣那個身分 就是你有時候有點錯亂說 奇怪 居然到這裡 下了執政這樣子 對呀 真的 但是我覺得他是 要把這個調子拉成就是說 你不要這樣子 再也不要這樣弄喔 我們是會跟你fight的這樣子 所以賴清德說的是一套啦 你也不能說他們誤會了他講的轉手為功 可能是他們解讀之後就變這樣 轉手為功 賴清德有沒有在轉手為功 他說論述很重要 表決可以輸但論述很重要 大家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他不是秘密 但是這個有關於新的總統上任 除了這個所謂的什麼院長啊 什麼副院長 部長 接著是大家第一層看得到 你知道他總共有6000個位置要安排 你知道嗎 6000個位置 大家要求表現 對 你這個時候還沒算 還沒算 還沒結束 對不對 所以轉手為功 論述很重要 所以委員們在 表現很重要 表現很認真的 很認真的論述 只是他們就在 一直無止盡的解釋 什麼是他們認為的黑箱 所以剛剛最前面講的嘛 就連他們自己的法案 我就說國民黨跟民眾黨 因為我很認真討論說 這一條他們寫得比較好 依他們的這樣 應該有在管理他們 就是說他們根本在管 就是連那個修正東西 跟再修正東西 擺在桌上不看 就說成黑箱 黑箱 他說黑在哪裡 擺在你桌上不看 然後說沒有程序 我認為我們看了 搞不好還比你們清楚 真的很痛苦耶 就是怎麼可以 就是白的說成黑的 然後重點是他可以去 策動這麼多的群眾的情緒 這個其實我覺得蠻 我覺得在野鎮營還是要謹慎以待 要非常謹慎啦 因為接下來這個狀況 會一直存在 所以你說他說 賴清承說要團結 今天卓榮泰去拜訪韓院長 我覺得韓院長的無奈表情 已經這幾天已經是已經極限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韓院長太可愛了 今天有他的照片了 吃那個稀飯的部分 哦 吃稀飯 昨天因為太晚了嘛 就很辛苦 要吃宵 就是要吃晚餐的宵夜搞不辛苦 反正就是 你知道要吃點這個 東西來墊墊味啦 然後我覺得其實 韓院長就蠻累的 而且他也有講 他說就這幾天 他在接待外賓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外賓 就是國際的友人來嘛 然後他們就說 欸 台灣怎麼國會 會發生這樣子的事情什麼的 然後韓院長 對 然後韓院長 還要很有信心地說 沒有 這個就是一個過程 台灣的國會會前進 會進步這樣子 我會覺得 韓院長真的辛苦了 真的很辛苦啦 因為我覺得 他是很想要 好好照程序 嗯 然後昨天我看那個 國昌 欸 國昌我都有看你的直播喔 我是七十萬分之一 你是 你是那個 國昌委員的 算顧問嗎 對 辦公室顧問 確認一下確認一下 然後 但我就陳婉惠 但我就說 國昌昨天還 他在直播當中 他有一陣子 他就不想再拍前面 那些 他就拍自己 沒有 他後來有拍韓院長 然後他有帶到那個 周萬來秘書長 我也是覺得 周萬來秘書長 這段時間真的是辛苦的 他那天還是被搶文件 我聽到郭國文 對啊 我那天 聽郭國文在解釋 那個郭國文 解釋他搶 周萬來那一段 我也是傻眼 你知道嗎 他就說 他就輕描淡寫的解釋完 他就說 因為他手上有什麼 意識的重要的一個內容 搞不好會影響這個意識 那這個 然後他就轉成講說 那個他要去告 四個國民黨委員 就是我覺得他們 把自己做的事情 都太合理化了 然後都超過 我們一般的認知理解 我想說那個世界 是到底長在 就是到底是有差多少 太奇怪了 真的太奇怪了 而且我剛剛 因為我就上學 我一直在關注 就是賴總統的臉書 就是他孩子 還停留在20小時前 也就是說 他並沒有去針對 昨天群眾的這件事情 做出任何的表態 我覺得非常怪 之後 才是委員會 就知道 我覺得是可以 那些人 我告訴你 但是我們來回應 我們來的